和珅被砍头后,她的儿子是如何报复嘉庆妹妹的,现代女子都难以接受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2004年,一部《少林大侵诧》,横空出世,虽然该剧细说历史与正史有所出入,但是还是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, 而主角团出了虚构出来的陈文杰等民间人物,还有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和珅,石公主以及和珅的儿子封申英德。 历史上封申英德和石公主顾伦和孝公主的雀成婚了,但是我们都知道乾隆死后,和珅被嘉庆干到了。 那么面对有助杀父之仇的妻子,她又采取了怎样的举动呢? 封申英德的前半生是幸运的,她的父亲是乾隆最受宠爱的大臣和珅,也避免不了被爱乌及乌,据《青史稿》,记载,原本和珅是一个清官,有人行贿都不愿意接受。 然而到了1780年后,一切都改变了,她私吞了贪污大臣李世瑶的财产,又接受了乾隆的赏赐,正是春风得意,掌握权钱的滋味让她欲罢不能,因而走上了一条懒权夺财的道路,而封申英德受父亲庇佣。 自然也享受了权势与追捧的滋味。 要说嘉庆痛恨和珅并不是因为和珅贪腐,祸国殃民,为了天下大义而怨恨,有部分原因,但是不是主要原因,主要原因还是在嘉庆元年之后,和珅把握着朝堂,乾隆做起太上皇,和珅是二皇帝,嘉庆虽然贵为皇帝,却要听从二皇帝,任由二皇帝弄权。 在她的权势下装孙子差不多四年,乾隆皇帝因为宠姓和珅,还将石公主许配给了和珅的长子封申英德,和珅也因此成为了皇家国妻,权势越来越大。 石公主顾伦和珅公主是乾隆皇帝最宠爱的一个女儿,乾隆帝甚至曾对石公主说辱若为皇子,朕臂力如楚也,并且让石公主享有成座金鼎教的资格,这更是嫡出公主都不一定享受到的特殊待遇。 乾隆五十四年,公元1789年,和珅公主与封申英德举行婚礼,乾隆皇帝也是慷慨奖赏。 据记载,自过婚一日,免送弃与主帝者,盖论其职,带过数百万斤,二十七日,皇女于归,特赐躺银三十万,大官之首奉如一珠贝,带慈于皇女叫前者。 无律履千百,虽以首格老阿贵之年老未尊,义父不免云。 嘉庆帝也非常疼爱石公主这个妹妹,当得知石公主被许佩计和珅的儿子时,曾十分气愤,都无法好好吃饭,替妹妹感到不值。 嘉庆四年,一七九九年,八十八岁的乾隆皇帝驾崩了,为高权重且贪得无厌的和珅失去了靠山,从此一落千丈,很快被嘉庆的赏赐了白领一条。 原本嘉庆皇帝是想将和珅一家老小全部查办的,但因为嘉庆皇帝的妹妹顾伦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封申英德。 嘉庆的即便在痛恨和珅,也无法不顾及妹妹的婚姻,何况顾伦和孝公主是乾隆最宠爱的公主。 由此也可见,和珅有多么得宠了。 原本这应当是令人厌线的一段婚姻,哪怕古代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,但顾伦和孝公主在成婚前也不是没见过封申英德。 而封申英德也知道公主的性情温柔。 但奈何造化弄人,即便封申英德的命被公主保下来了, 但封申英德却将对嘉庆皇帝的恨转移到了公主身上,所以就未再给过妻子好脸色看了,不仅当着妻子面宠幸小妾。 更是在和生死后的孝妻内生了一个孩子,这简直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打顾伦和孝公主的脸面,可见这位公主正妻在家中有多么不受宠了。 然而却不知道二人曾度过怎样一段绝暗其眉的美好时光。 两人成婚后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女儿,但因为古代男子较为重视子嗣的传承,女儿显然不在其中。 为了给丈夫生下儿子,顾伦和孝公主提出先给丈夫那妾,但是却被封申英德拒绝。 封申英德表示自己有公主一位妻子足够了,但在好的感情,面对杀父仇人的妹妹时,也难以过心上的不安。 谋害公主,封申英德确实没有胆子,但是乾隆大丧,所有人都需要扶桑,不能婚嫁,不能张灯结彩,也不能同房。 早前封申英德并不是一个重誉之人,原本和公主生下的孩子夭折后,公主劝她那妾时,她还接连拒绝。 而现在她夜夜声歌,冷落公主,纵情声色全满,也是赤裸裸的报复,她甚至公然带着其他女人在石公主面前谈情骂俏,将自己的夫人视若无误。 可惜的是,在清朝公主无法二嫁,要是在现代,丈夫做出了这样的事。 哪个女子能忍受,定然会离婚走人。 嘉庆的则看着自暴自弃,不顾妻儿的封申英德,内心厌恶不已,因此将封申英德派到了乌利亚苏台任职。 而封申英德早已不顾生死,可是公主却无法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奔赴皇权,因此又多次向嘉庆的求情,希望封申英德能够从乌利亚苏台回京疗伤。 不过封申英德在回京没几个月后,便去世了,年仅三十六岁。 嘉庆帝当着文武群臣的面,宣读了全臣和珅的二十条大罪,并且责令刘雍帅人查抄和珅的家产。 不查不知道,一查吓一跳,整个国家一共查抄出了白银八亿两,其余的奇珍一宝更是不计其数。 要知道,当年整个清廷一年财政收入也不过区区七千万两,一个和珅的家产就相当于整个国家十五年的收入。 当时,民间一直流传着和珅跌倒,嘉庆吃饱的传言。 从乾隆帝十七说起,作为乾隆最喜爱的臣子,和珅在当时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作为和珅的儿子自然而然也就得到了乾隆帝的青睐。 在和珅的支持之下,他的儿子很小就已经在朝廷中任职。 有父亲这样一个大靠山,儿子在官场上一路平步青云,很快就受到了乾隆的注意。 丰绅英德最终的结局却是客死一乡,为何会如此呢? 在他后来的人生中又发生了哪些变故呢? 朝中失事后,丰绅英德将这一切的原因归结为嘉庆帝对和珈的针对。 他认为自己父亲虽然贪污了许多金钱,但却并没有做出任何对国家和设计不利的事。 而且父亲是先帝的宠臣,就算是贪污了一些金银财宝,也不是不可原谅。 古时候父亲去世,作为家中的长子是必须要守孝三年的。 既然在朝中已经失事,丰绅英德便上表请求皇帝让自己回家守丧。 为了能够躲开十公主,丰绅英德直接搬到了坟园之中居住。 而丰绅英德的所作所为,一直有暗叹汇报给嘉庆帝。 嘉庆虽然对丰绅英德的所作所为恼怒不已,但毕竟那是人家两口子的家事,即便是皇帝也没有办法直接出手干预。 可后来发生的一件是险些葬送了丰绅英德的性命,自作孽不可活。 原来,有一次在去往坟院时,丰绅英德并不是自己孤身一人前去的,而是把自己最宠爱的两个小妾也带去了。 忍无可忍的石公主将丰绅英德的所为全部状告给了皇帝。 嘉庆的在得到消息后,便立即派人前去坟院核查。 经核查人员汇报,丰绅英德在国丧期间不但将妾室带到坟院居住。 而且还生下了一个女婴。 古人对孝道极为看重,国丧的三年内,全国不允许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出现。 丰绅英德的作为被视为是对乾隆帝的大不敬。 怒不可遏的嘉庆的立即下令,剥夺丰绅英德所有官职,圈禁在家中。 圈禁后不久,嘉庆皇帝又下旨将其流放至乌里亚苏台军中。 没有旨意勇士不得回京,虽然说是流放,但到了乌里亚苏台之后,封身英德却依旧是我行我素,丝毫不将国法和军纪放在眼里,每天都沉溺在声色全马之中。 古人云,色是刮鼓刀,没过多久,他的身体便因为过于放纵的私生活而越来越差。 到了乌里亚苏台的第二年,封身英德因重病卧床不起,等待着死神的降临,任谁都想象不到。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乾隆驸马爷居然会沦落到这部田地,和申的死虽对封身英德的仕途有毁灭性的打击。 但毕竟嘉庆的已经网开了一面,如果能够及时悬崖勒马,或许他的人生也不至于如此凄惨。 公元1810年,石公主的不断要求嘉庆帝,皇帝最终答应赦免了封身英德的罪名,封身英德德已返回远在北京的家。 但此时他的身体早已经适应不了这漫长的归乡之徒了。 封身英德去世后,石公主便再也没有改嫁过,一直到公元1823年最终在北京去世。 石公主去世之后,后人将她和封身英德合葬在了一起,只留下了让人坎坷的故事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。 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